Hello大家好,我是Tim前定员 欢迎收看我的影片 今天我要跟你解释电脑如何分类乐器 这个影片是我在台大公跟海洋系的工程美学期末报告 今天参考的论文是 以融合HST跟DCNN去辨识主要的乐器 是否曾经思考过为什么大脑可以分辨出 鸟儿的鸣叫声 钢琴的弹奏声 大提琴的拉奏声 甚至能让我们听出是打架邻居打骂小孩的声音呢 也许然会说是因为他们各自的频率不太一样 那我们试着把问题变得更单纯一点 把所有的发声音源都设定在同一个音高上面 他们都有相同的振动频率 为什么听起来还是不一样呢 因此其实并不只是频率不太一样这么简单而已哦 有可能还会说因为音色的不同 而什么是音色呢 不晓得是否听过泛音这个名词 泛音是指泛音列中除了基础音以外任何一个音 这是维基百科上引用的解释 听起来跟美解释一样 我们先以钢琴上的低音doh 它的基础频率大约是130Hz 如果你非常非常仔细去听 其实会发现它不是只有一个单音的声音 它是有非常多个不同频率的声音组合而成的 我们人脑之所以会听到单音的doh 事实上是我们的大脑 把这一大串不同频率的声音全部组合在一起 最后理解成一个单音的doh 那这个一条弦是怎么震动的呢 我们可以以两端固定的弦为例 像是第一组它最简单的运动就是除了两端 其他部分都是同时往上或往下的运动 然而弦的震动并不是只有这种模式而已 它还可以有两倍的模式 三倍的模式等等到以上 到无限的震动频率 一频的频率去震动的 这一切都在你弹出叮咚的时候 同时发生 这个是我们将第一组和很多组 到很多组的震动模式组合在一起的样子 这是小提琴 它擦弦的那个动作 我们把最低音的频率叫做基础音 两倍的频率叫做第二泛音 三倍的叫第三泛音 依此类推 当这些频率同时震动的时候 我们大脑会把最低音频率的音理解成音高 把后面所有的泛音理解成音色 而每个乐器每个人甚至同一个人用不同的情绪 当同一个音的时候 它的基础音与每个泛音之间的相对音量关系都会有所不同 我们的大脑就是透过 侦测基础音与每一个泛音大小声的相对关系来辨识音色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演奏同一个音 我们还是能够分辨不同乐器的原因 如果我们把这些乐器的同一个音放到电脑上去做快速复列转换得到频率分析图 更可以轻易的看出每个乐器的基础音与泛音之间的关系 除了频率不同 每个乐器的Attack Time Spectral Envelope 也可以作为电脑判断音色不同的方法 这篇论文属于音乐资讯检索 Music Information Retrieval Mirror的范畴 所谓 Mirror就是能够自动标签声援的时间和频率资讯 P Mirror 则是透过这些标签呢 让使用者能够根据乐器的种类来搜寻音乐 甚至让乐器材谱更简单更精确 P Mirror 目前还没有能够稳定 而且还没有被大量用作商业用途 但它对于自动财谱上的侦测啊 粗略的乐器分类 乐器特征化等方面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技术上呢 每个乐器的音色又会因为演奏者的心情 演奏时的空气的温度 湿度 有所不同而改变 因此电脑要识别乐器中的乐器仍有一定的难度 路门里面提到 通常有两种音乐的资料形态 Monophonic和Polyphonic 其实应该是四种 单音音乐Monophonic 主音音乐Homophonic 副调音乐Heterophonic 副音音乐Polyphonic 你可以到围记上面去搜寻看看 但目前电脑音乐识别软体技术层面上 以及为了让大家方便理解 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作者才说成两种的原因吧 所谓的单音音乐 在这篇论文的定义而言 就是只有一种乐器 但其实它可以很多支乐器同时演奏 目前大部分的乐器识别人 大部分的乐器识别人体 都是建立在 假设音乐讯号是单音音乐的录制下而做成的 在乐器各自独立录制下 像MIDI 它可以把每一个乐器录制在单一个轨道上 让单音乐器可以更简单的被侦测 论文里面提到 在独立录音下 辨识度其实已经是非常的高 可以看到甚至有百分之百的辨识程度了 可是更多的时候啊 音乐是很多乐器同时演奏的 也就是所谓的 复印音乐的情况下得到的辨识结果 我们可以得知 在单音音乐下的乐器辨识程度其实差不多成熟了 但你看到这一张图 复印音乐下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因此 这边论文提出新的架构 Togo Keyboard Form Transform 从音乐录音虫得到特征矩阵 并把这些特征矩阵 放进新的DCNN 去自动学习 复印音乐下的乐器特征 那HHT适合用在非线性和非固定性的音乐讯号分析 在很多领域地球科学 生物医药方面有很好的结果 HHT其实有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的部分 EMD跟HSA EMD就是第一次把讯号分解成很多个IMF 再把Hilbert Transform 套用在生存处的IMF上 去得到Hilbert评补 最后把所有得到Hilbert评补 加动起来得到原始讯号的Hilbert评补度 这是我刚刚讲的那一段 它串步骤 如此一来 原始资料并可以分成N个IMF 和一个趋势函数 我们并可以将IMF做Hilbert Transform 来进行顺时频率的分析 那Hilbert换的Transform 第一次被使用是在 被使用在PIMIR 是2018年King的人 为了取代短式复列转换 就是STFT 和MFCC而得到更好的分析结果 HST跟STFT最大的差异是在 HST是相位转移 但传统复列则是用了三角级板暗数 给正交的讯号做运算 但是复列频谱的结果 只显示在特定时域加全后的频率能量中间值 它无法精确地描述时频之间的变化 因此在这篇论文 只用HST来定义顺时频率 来处理更复杂的讯号 例如复印音乐 本篇论文是从VGG16模型而得到灵感的 也是16层 那这是本论文的DCNN的模型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个短期层后面都接着一个Max Pull-On Layer 所以它们可以用更少的参数 去得到更好的表现 然后在最后的SoftMax 函数可以用来分类11个乐器 详细的参数可以到论文里面去参考看看 在它们的实验中 它们从IRMS的资料集中拆解出了6705个音讯档案 用来探讨它们提出的方法效能 在ManiBatch Size等于250的情况下 可以得到85%的准确度 那所对应到Job-Off Vector在0.25 这就是它们这篇论文的关键参数 在辨识其一种不同的乐器上面 在F1等等指数都明显优于现存的其他方法 在它们的模型中 每个绝集层后面都还有一个Batch Normalization 跟Max Pooling 全连接层前后都各有一个Dropout Layer 然而在今年表现最好的Hass IMF的方法中 Dropout Layer只被放在每两个全连接层后面 虽然Dropout Layer可以减少训练时间 但太多Dropout Layer会导致网络无法被完全训练 此外Hass IMF没有包含Batch标准化 也导致资料变得非常的不平衡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CNN方法可以比Hass IMF更优6% 在个别乐器的分类表现上 Hass IMF跟他们提出的方法 都比其他传统特征演算法 像ACM和其他机器演算法更好 机器学习方法更好 但是Hass IMF在小提琴分类上有最好的表现 但本论文提出的方法 因为有比较好的深度学习网络的学习结构 所以对于其他个别乐器比较占有事 他们另一个发言是个别乐器的分类表现 跟乐器的类型有潜在的关系 比如Saxphone常被误认分类为是单黄管和小号 原因是因为Saxphone和单黄管都属于木管家族 而Saxphone和小号同属管乐家族 其实这个解释我非常不认同 是非常矛盾的 因为不论是木管或是铜管乐器 他们都属于管乐家族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不管是铜管乐器的法国号、长号、小号 或是木管乐器的单黄管、双黄管、拔松或是场地等等 都可能会被错误的分类 此外他们还发现 钢琴最常被错误分类为是小提琴和场地 原因是因为这个资料集有非常多的变数 他无法只单纯讨论音色来做辨识 小提琴场地的音调比较高 钢琴又常用高音调来当作主旋律 所以才会有这种状况发生 人声他也发现会常被误认为是大提琴、单黄管、钢琴和Saxphone 因为人声很复杂 而且音高或音色都跟这些乐器非常相近 其中就是 他们提出的方法 在复印音乐的乐器分类表现上可以得到85%的准确度 原本常用在影像技术的深度演学习方法 对于乐器的识别上也有相当的潜力 未来他们将在更多的资料集上去做实验 也会完成更复杂的实验去验证他们的方法的实用度有效性 关键参数还会在优化 优化模组像是引力搜寻演算法 也将被应用在改善讯号特征的选取上面 我自己目前也想研究声音讯号的分类 目前在实验室处理讯号的方法不外乎就是对原始讯号做FFT 然后套用一些创函数 在小波讯号处理的课学到HST 可是没想到原来它可以被应用在声音讯号的分类上面 也因为这篇研究让我不再以为声音讯号的前提处理直验在FFT 让我有更多的方法可以应用在未来的领究上面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报告 感谢您的收看